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坝的中心湖有538米长 听上去就好壮观 天水湖大坝造型新颖 气势磅礴 是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双曲薄翘拱吧 这么大的来头 待会儿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 现在是夏天 要是我们在春雨季节来这里的话 就能遇到湖水暴涨 开闸泄洪的机会 那可是非常壮观的景象 那咱们明年春雨时节再来 我还惦记着火凤岛上美味的水果 就知道吃 赶紧走吧 带你去监视监视天水湖大坝 走喽 天水湖大坝 咱们来咯 天色不早了 得想办法过去才行 不如叫东东来帮忙吧 你好意思老是麻烦人家 那不如你变成金龙载着我飞过去呗 那样的话 岂不是太引人注目了 那可怎么办才好 怎么才能过河 要是有缩船就好了 不过这个时候估计有船都没了 船 对了 我怎么把辟邪之力给忘了 那愣着干嘛 抓紧时间 白变辟邪之力 梦幻小舟 上来吧 梦幻小舟起航咯 帽似忘了点什么似的 对了 小花猫呢 他来了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快把洞盖好 设置这么多陷阱 只要小义和陆林里一来 绝对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郑天哥 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进去安安心心找麒麟勋章吧 走 我发现石骨和鼠震天是一伙的 经常欺负我 他是你的契约神兽 你对他就不能好点吗 对他好点 他对我一点都不客气 既然是你的神兽之力 你好歹得先给他取个名字 就像你获得辟邪之力的时候 给辟邪之力取了梦幻熊的名字一样 其实这么看石虎 只不过是比较调皮而已 心地还是不坏的 那给他取个什么名字比较好 辟邪是百变的力量 所以你当时给他取名梦幻熊 而石虎是力量型的神兽 那名字里得有个例子 这样既能体现他的能力 也比较霸气 符合他老虎的身份 这不是对石虎挺用心的吗 我叫小翼 而石虎他不会说话 不如把我这个翼字去掉上面的口子 就叫他巴力 就叫他巴力好了 巴力 还挺顺口的 叫你巴力好不好 巴力以后就是你的名字了 巴力 第二枚麒麟勋章 我们来咯 小声点 可不能让蜀震天知道他手中有一枚假的麒麟勋章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亚洲第一水坝见识见识了 好优美的聪明 这种在大自然里的感觉真好 是啊 大夏天的天水湖却这么凉爽 这就是保护自然环境的好处 不过以大头鼠的个性 我觉得他会不会在我们必经之路上设置陷阱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 以鼠占天的个性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算计我们 停 好处 怎么了 嘿嘿 别老说我轻蝶 这次我可急紧得很 看吧 果然有机关 敢在我小义面前玩这些小把戏 我可是神仙领出了名的恶国级大王 既然有一个陷阱 肯定还会有下一个 我们还是当心点 什么东西 虚惊异常 天色越来越暗了 那里面似乎有一场很有可能这附近有鼠占天的陷阱 那该不会是弓箭吧 鼠占天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不管是啥 反正大头鼠绝对不会安好心的 根据我的经验来看 陷阱的机关一般都会设置在容易被触碰到的地方 所以中间肯定不能走 我们走边上慢慢移动 尽量避免危险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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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好 小一摔伤十分严重 这下要是不能给予及时治疗的话 搞不好会有生命危险 这个坑这么高 要带着晕厥的小一爬上去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时候即便大声呼叫 估计也不会有人来 这可怎么是好呀 可恶的鼠占天 刚才的亮点一定是他故意设计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避开中间的道路 好让我们走进他设计的这个陷阱 真是可恶 小一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我们灵异小队还要一起去打败鼠占天的 真天哥 你看那边是什么惊光 你怎么会变成了 不好 石虎打算突破自己原神的力量 强制变身 啥 神兽还能变身 下次再和你解释 赶紧寻找麒麟勋章 待会儿要是让石虎他们追上来就糟糕了 震天哥 你看这是什么情况 该不会是这个铁铲没电池了吧 这是属性感应 什么属性感应 这铁铲是金属性的神器 这附近一定有金属性的麒麟勋章在 真是天主我眼 第二枚麒麟勋章很快就是我的了